第四课 不要太着急赚钱 一、听力 第一部分 第一到五题,判断对错 例如 我想去办个新用卡,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 陪我去一趟银行 他打算下午去银行 现在我很少看电视 其中一个原因是广告太多了 不管什么时间,也不管什么节目 只要你打开电视,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浪费我的时间 他喜欢看电视广告 一、小张 你这份计划书写得不错 就按照这个计划去做调查吧 小张的计划书写得很好 一、小张 你这份计划书写得不错 就按照这个计划去做调查吧 小张的计划书写得很好 二、小李 你把这份计划书写得很好 你把这些材料发给大家 再通知一下大家今天晚上要加班 他们今天不用加班 三 李经理这两天去上海了 李经理这两天去上海了 现在不在公司 您如果有什么着急的事情找他 可以打他的手机 李经理不在上海 四 经理 我查了一下明天去北京的火车 晚上六点二十的还有票 八点到 时间还不是太紧张 您觉得怎么样 经理明天去火车站接人 五 大家请注意 现在休息十五分钟 十点半大家一起照相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饮料和蛋糕 就在门口的桌子上 现在是十点一刻 五 大家请注意 现在休息十五分钟 十点半大家一起照相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饮料和蛋糕 就在门口的桌子上 现在是十点一刻 第二部分 第六道十五分钟 请请选出正确 请选出正确答案 人挺聪明 学东西 学东西也快 就是没什么经验 还需要多锻炼锻炼 女的 女的觉得 女的觉得那个小伙子 可则怎么样 七 小李 计划书我看了 有几个地方需要改改 我写在上面了 我认真看了 您提醒的对 我马上改 关于计划书可以知道什么 八 能谈谈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份工作吗 首先 我对这份工作很感兴趣 其次 我学的也是这个专业 比较熟悉 女的最可能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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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小马 今天下午的会议提前一个小时 改在两点开 我已经看到通知了 谢谢你 关于会议 可以知道什么 九 小马 小马 今天下午的会议提前一个小时 改在两点开 我已经看到通知了 谢谢你 关于会议 可以知道什么 十 经理 我想把这个工作交给小李 您看怎么样 他有能力 也有责任心 虽然经验不多 但可以让他试试 谁的经验少 十 经理 我想把这个工作交给小李 您看怎么样 他有能力 也有责任心 虽然经验不多 但可以让他试试 谁的经验少 十一 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啊 我们和上次那个汽车公司的生意 十二 你怎么又想换工作了 这儿的收入不是挺高的吗 可是经常要加班 我几乎没时间陪孩子 女的为什么想换工作 十二 你怎么又想换工作了 这儿的收入不是挺高的吗 可是经常要加班 我几乎没时间陪孩子 女的为什么想换工作 第三部分 第十三到二十二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例如 把这个材料复印五份 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 好的 会议是下午三点吗 改了 三点半 推迟了半个小时 好 六零二会议室没变吧 对 没变 会议几点开始 十三 今天的生意谈成了吗 没有 出了点问题 怎么回事 遇到些困难 事情变得比较麻烦 我回去再跟你说 根据对话 下列哪个正确 十三 今天的生意谈成了吗 没有 出了点问题 怎么回事 遇到些困难 事情变得比较麻烦 我回去再跟你说 根据对话 下列哪个正确 十四 听说你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就开始给电脑公司做事了 是的 这让我积累了不少工作经验 这样做不会影响你的学习吗 我认为不会 工作能让我更好地理解书本上的知识 难得 难得对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怎么看 十四 听说你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给电脑公司做事了 是的 这让我积累了不少工作经验 这样做不会影响你的学习吗 我认为不会 工作能让我更好地理解书本上的知识 难得对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怎么看 十五 下午的面试怎么样 顺利吗 我以为挺简单 所以准备的不够 谁知道问了很多问题 我说话时特别紧张 他们什么时候给你通知 明天或者后天吧 他们会打电话通知 女的觉得面试怎么样 十五 下午的面试怎么样 顺利吗 我以为挺简单 所以准备的不够 谁知道问了很多问题 我说话时特别紧张 他们什么时候给你通知 明天或者后天吧 他们会打电话通知 女的觉得面试怎么样 十六 谁的手机呀 是李经理的 他在会议室开会呢 你把手机给他拿过去吧 你把手机给他拿过去吧 可能谁有什么 可能谁有什么急事 要联系他 好的 我现在就去 李经理正在做什么 十七 你那儿最近有什么 好消息 好消息和坏消息各有一个 你先听哪个 那你先说 坏消息是什么 以前那家奶牛厂 不向我们提供牛奶了 好消息是 我们又联系上了 另一家奶牛厂 以前的奶牛厂 以前的奶牛厂 十七 你那儿最近有什么 好消息没 好消息和坏消息 各有一个 你先听哪个 那你先说 坏消息是什么 以前那家奶牛厂 不向我们提供牛奶了 好消息是 我们又联系上了 另一家奶牛厂 以前的奶牛厂 怎么了 十八 听说你现在在做生意 怎么样 我本来以为很简单 做起来才发现并不容易 很辛苦 万事 万事开头难 慢慢来 重要的是要多积累经验 是 我也是这样想的 女的是什么意思 十八 听说你现在在做生意 怎么样 我本来 我本来以为很简单 做起来才发现并不容易 很辛苦 万事开头难 慢慢来 重要的是要多积累经验 是 我也是这样想的 女的是什么意思 第十九到二十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大学生毕业前找工作时 首先要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其次还要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这样才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 另外 不要只看工资 还要注意多积累工作经验 十九 大学生找工作 先要知道什么 二十 这段话建议大学生找工作 要注意什么 第十九到二十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大学生毕业前找工作时 首先要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其次还要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这样才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 另外 不要只看工资 还要注意多积累工作经验 十九 大学生找工作 先要知道什么 二十 这段话建议大学生找工作 要注意什么 第二十一到二十二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首先 律师是我最喜欢的工作 我从小就想当一名律师 其次 我大学和研究生学的都是法律专业 符合招聘的要求 第三 我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而且做事认真 比较有责任心 所以 我觉得 我完全有能力 做好这份工作 希望您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谢谢 二十一 关于说话人 下列哪个正确 二十二 说话人最可能在做什么 第二十一到二十二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首先 律师是我最喜欢的工作 我从小就想当一名律师 其次 我大学和研究生学的都是法律专业 符合招聘的要求 第三 我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而且做事认真 比较有责任心 所以 我觉得 我完全有能力 做好这份工作 希望您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谢谢 二十一 关于说话人 下列哪个正确 二十二 说话人最可能在做什么 第二十一 感谢观看